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答我们的每周 360 时间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同样的会为大家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发生的 比较精彩的重点车谈新闻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首先第一个新闻就是对大家来说非常好的消息 那就是政府在 2022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了 他们将再一次延长汽车销售税豁免的政策 原本汽车销售税豁免将在 2021 年的 12 月 31 日结束 但是延长之后呢将会到 2022 年的 6 月 30 日才结束 也就是代表在未来的半年多的时间 大家依旧可以买到这一个 豁免销售税的汽车 其中 CKD 的车款可以获得 100% 的销售税豁免 至于 CBO 的车款则是 50% 而商用车例如说皮卡呢 则是不在这一次的优惠中 另外一点就是政府也宣布了 他们计划在 2022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呢 推动电动车 而推动电动车的政策非常让人开心 政府计划 100% 免除电动车的销售税 入口税 甚至是入税 所以未来 购买到电动车的门槛会非常的低 除此之外 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呢 也可以获得最高 2500 元的个人所得税豁免 而这个个人所得税豁免 算是补贴车主去安装充电桩等等的费用 但是目前为止这个 纯属提案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实行 但是如果实行的话 那么我们买到便宜的 Tesla 应该就不是梦想啦 第二则新闻 就是2022 年的Mazda 3 终于在日本市场登场 这一次纯属升级版 所以其实改动的幅度并不算太大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外观增加了一个新的颜色 从日文翻译成中文 这个名字叫做实音白金色 听起来很高贵是不是 实际上看起来这款车的颜色其实也是相当高贵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除此之外 据悉这款车在头灯组上面 它的方向灯会倒入和CS30一样的设计 也是流水式的 方向灯 看起来视觉效果更出色 除此之外呢 就是引擎动力的升级了 主要是在这个Sky Active X 的版本进行升级 因为消费者时常投诉说这个版本的运动表现并不足够 所以原厂会注重在这个引擎的线性表现 还有这个引擎的声浪做出调节 让这台车开起来更为的运动化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马来西亚版本的Mazda 3 已经处在寿庆的阶段 所以我们相信 未来 也就是明年引进的版本 应该就是这个升级版的 只是不知道新颜色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第三则新闻 就是这个全新的 Hyundai Starrya 正式登入我国市场 这是一款大型的七人座 MPV 车型 可是它的售价并不便宜哦 接近36万令吉的售价 你是否会接受它呢 其实这款车的外观设计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前卫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车尾设计 除了那个 LED 的灯组看起来非常的特别之外 它的玻璃壳也让它的质感提升非常的多 至于在内装方面 原厂采用了大量的麂皮材质打造 包括了这个门板啊 座椅等等都可以看到麂皮材质的出现 所以其实它整体呈现出来的感受 跟一般的 MPV 车型 相差并不大 在动力配置方面 马来西亚只有一个引擎配置就是2.2 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177ps 峰值扭力430 Nm 如果以这样体积的 MPV 来说 这个引擎的动力配置其实是刚刚好 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开过这台车 整体的动态表现还算不错 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机会试驾这款新车呢 就要看 Hyundai Malaysia 会不会为我们安排了 如果是各位的话 你们会选择 Hyundai Staria 还是 Toyota Will Fire 呢? 第四则新闻 就是 Toyota Camry 的小改款车型 预计最快明年第一季引进我国市场 其实这个 Camry 的小改款车型在国外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东南亚市场遭受的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晶片供应不足 零件供应也不足 所以导致主要的生产基地 泰国的工厂停工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至今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新款的 Camry 但是据悉在明年 我们就会引进这个 Camry 的小改款 因为实际上目前泰国市场已经公布了小改款 Camry 的消息 而我国的 Camry 正是从泰国进口 所以泰国发布了 我国发布也就是非常接近的 不过据悉我国版本将不会继续采用这个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改用2.0 公升的 Dynamic Fox 自然进气引擎 至于这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就要等待官方的公布了 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73 PS 峰值扭力200 Nm 匹配的是 Direct Shift 的 CVT 变速箱 虽然跟那之前的 2.5 版本 它的动力表现稍微低了一些 但是它的最大优势是在 2.0 公升的引擎 露税比 2.5 公升低不少 至于售价方面 我们暂时也还没有消息 一切都等待 UNW Toyota 官方的公布 最后一则消息 实际上跟第一则消息 好像有一点联动 那就是 BMW iX3 正式登陆我国市场 其实这个 iX3 是 BMW 第三款在本地发售的电动车 之前的电动车分别是 i3 还有 iX 而这一次第三款叫做 iX3 我不知道原厂是不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因为看起来好像有点关联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 iX3 属于 X3 的纯电动版本 它采用了一具最大马力为 286 HP 的电动机 0-100 的加速表现可以达到 6.8 秒 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出色的 实际上这款车的外观设计跟小改款的 iX3 也是非常的接近的 除了在前面的水箱护罩采用了封闭式的设计之外 你看它的外观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辆 iX3 而这款车的续航里程其实也非常的出色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 它的最大续航里程可以到 453 公里 也就是说你从吉隆坡开车到宜保 再从宜保开车回来吉隆坡都不需要充电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据 另外这款车的快充速度真的也非常的快 从电池0 到电池85 巴仙 你只需要用池32分钟 实际上已经是非常的快了 而它的售价实际上也非常的有惊喜 从317,360 令吉起跳 跟这个内燃机版本的 S3 竟然差不多 而我们也做了调查 这款车在朗高位的售价其实也卖28万令吉左右 所以实际上这款车的税务是非常低的 这是不是代表政府真的有意在本地推动电动车呢 我们就等待政府接下来的消息吧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所有内容 再提醒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